从我带天河来群华 你的主人就不仅是想要望书见 还想要天河 对吗 那就是说 也是他拿着早狱把天河引到禁地 早狱能开门 这就对了 从一开始 这就是他自己设好的局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天河是望书宿主 他就利用天河想要知道真相的先教他邪术 完了 那我更得带他下山了 下山 我可不能看着天河 像学校样子好入魔呢 那个 我本来今天是来下你要丹药的 但是现在情况紧急 我得先带天河下山去 之后再来问你要 灵莎 是朋友 丹药 我定给你 嗯 我们是好朋友 啊 那个 你跟学校不一样 走啦 不能再让你跟着学校学剑术了 他根本就是在利用你 丹药 他刚刚教会了我引灵入剑 怎么会是在利用我呢 哎呀 你听我说啊 嗯 玄香 他就是我雇主的主人 是他一手布局把我们引到穷华的 还有那枣鱼发光也不是你娘在职业你 是他所为 他就知道只有你的枣鱼才能打开禁地的门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雇主他就是证据 他跟那个玄霄长得一模一样 那个玄霄就是因为被兵封了 所以他就制造了个影子 玄影就替他办事情 他肯定就是知道你是妄叔宿主 所以才叫你剑术的 哦 那怪不得望书剑会在他那儿 望书剑在他那儿 那就更证明他就是想要利用你 练好剑术好棒的破冰啊 不过 这也可以理解吧 你如果被兵封了十九年 你也会想破冰啊 更何况 他是我爹娘最好的师兄了 可是 他被那么多长老兵封 那就说明他不是什么好人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就跟他一样疯我 哎 你不许发疯到我皮家 你也不可以 发怒 反正你发怒我也要带你走的 凌莎 我怎么可能会跟你发怒闹脾气啊 我知道你 肯定做什么事都是为了我好 再次等候 莫要禁书 你来做事 子音敢问师叔 为何诱导天河 以暴纵引领 以愤恨入剑 你可知此法 会令他走火入魔 一个潜缘境五层的无能小辈 也敢质问我 滚 子音再问师叔 当年你走火入魔 到底是西河扬言反噬 还是悲痛愤懑 心情大乱所致 放肆 你非照旗来连续责问 怕是宗殿见我也不敢如此 师叔受徒之法 急功冒进 其中用意 还请师叔严明 我若不严明 你又乃我何 天河济入我门下 若有人图谋伤害 便先断我 手中之剑 十九年了 竟等来你这么个小儿 与我遭此仇死 先讯息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你只是来见见玄霄前辈 你竟然与他动手 银天河 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会拿剑指尘我 玄霄前辈本就是因为要教我功法 灵力损耗受了伤 我自然是要保护他 慕容紫英 就算你做天河一辈子的师父 也不及我教他这几日 你不及我 天河 你跟我走 天河 且随他去 我无事 记得你我执约便好 秦阳长老 你跟我说说 怎么才能让紫英师叔原谅我 你放心 以我对小紫英的了解 他绝对不会跟你计较 我当然要计较 师叔 我第一次为师就让徒弟横剑当面 我当然要计较 他 我们执约也要在庄厛 背地 想出对 policing 奶娘 禁纳 此峦 主 错在我急于求偿 我为了学习剑法却失了理智 全然忘了师叔的为人 我忘了师叔为我做的每一件事 我错了师叔 我应该从一开始就相信你 天和 你是真的清醒了 好 彼此坚定 心在一处 才是守护情义到永远的根本 好 清阳长老 琴华不是有很多灵丹妙药吗 有没有什么可以让紫阴师叔马上恢复的丹妖啊 哎 清阳长老 我听说 琴华有一个 福瑶 福瑶 芬果丹 芬果丹 对 您给紫阴师叔搞一颗 他肯定就好了 顺便给我搞一颗喽 还给你搞一颗 这福瑶仙果丹甚是珍贵 整个琴华前掌门只给一人吃过 好 好 谢谢 已经是点了